1977年,专家打开灵气,发现墓穴已被洗劫一空,一位年轻队员气得踹向墓墙,不料墓墙轰然坍塌露出一个大洞,里面景象令人目瞪口呆,上世纪70年代初,某军区在宁夏赫兰山修建机场,一天,战士们在挖地机时,意外发现了十几块带有神秘文字的陶制品碎片手掌的之后,马上命令停止挖掘,并将此事上报给了当地文物局, 随后专家立即开始抢救性发掘,经过科学调研,专家确定这里是西夏皇家陵园所在地,其中九座帝王陵寝呈北斗七星图案 诸多陪葬目如星宿般罗列西夏王陵的发现,再次让人们对这个已经失落千年的文明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如果考古工作顺利将会揭开关于西夏的诸多谜团 可是,专家们每打开一座陵寝都大为失望,墓室内全都遭到了严重的破坏,里面有价值的文物少之又少,通过部分文碑残片整理 唯独可以确定七号陵寝墓主的身份,他就是西夏第五位皇帝李仁孝的寿陵 1977年,专家清理完七号陵的地面工作后,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打开了这座墓穴 这次,他们原本抱着很大的希望,谁知专家进入墓室后全都傻了眼,墓室里面同样空空如也 到处都是残垣断壁,破败不堪,而那种场面根本不像是一般盗墓贼所为,分明是有人怀着深仇大恨刻以为之,看着面目疮痍的七号陵寝 专家们痛心不已,大都选择了沉默,突然,一位气急的年轻队员一边抱怨,一边朝墓墙狠踹了一脚,结果他的脚直接被墙壁卡住 其他人见状,赶紧帮他把脚给拔了出来,谁知,整面墓墙轰然倒塌,露出一个大洞,年轻队员脖子一缩 看着被踹毁的墙壁懊悔不已,心想,坏了,踹他的文物,这可如何是好 然而,其他队员顾不得批评他,因为他们发现墓墙后面有些古怪,里面像是有一间黑乎乎的密室 等灰尘散去,众人进入洞中掌灯一看,全都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 那里分明就是个宝藏,各种金银珠宝足有一百多件,还有流金铜牛和圆雕石马两件大型陪葬品,全都完好无缺 这一发现让专家们欣喜若狂,其中流金铜牛最为珍贵,堪称国宝 他身长1.2米,宽0.38米 高0.45米,足有376斤重,卧室盘踞,双目圆针,牛手高昂,整体造型雄浑大气,造型优美 他似乎是劳作了一天后,正在卧底休息,忽然听到主人呼唤,昂首回望主人 这尊流金铜牛具有很高的文化价值,从铸造工艺来说,他采用青铜胶筑而成,内附空心,外表通体流金 这样大型的金属制品,虚极艺术,冶炼,建模,胶筑,抛光,流金等工艺为一体,体现了西夏在青铜铸造方面有着高超的工艺水平 另一方面,西夏时期能在墓葬中陪葬制作如此精美健硕的铜牛,也说明了牛和农耕在当时农业生产中重要的地位 它就是西夏文明的一个见证,为西夏农耕化的过程提供了有力的实物佐证,被人们称为一脚踹出来的国宝 它在出土后不久就走出国门,先后在日本、意大利等国展出,报价至少两亿人民币,直到现在 这尊流金铜牛还在辗转各地,为大家讲述西夏王国的神秘故事 西夏出自党像族唐末,党像拓跋首领建立夏州,1038年,第三代西平王,党像族首领李元昊登基称帝 建国昊为大夏,前期和辽,北宋形成三国鼎立的局面,后期又与金朝并立 由于它是由党像族在中国西北部建立的一个政权,所以被宋人称为西夏 西夏的建立就是一部李氏党像人的割据与奋斗史 从唐朝末年的节度史开始,李氏党像人逐渐割据了夏州 隋州、银州、右州 银州五州为其根据地,这也是后来西夏政权的核心势力范围 之后,西夏势力一步步扩大,李元昊不仅是西夏的开国之君,而且是西夏历史上最有名的皇帝 能征冠战,在他的统治之下,西夏从原来的五州之地扩大到二十个州 鼎盛时期,其势力范围南街消关,北空大漠,东至黄河,西道玉门 江域包括,宁夏全部,甘肃西北部,青海东北部,内蒙古南部,陕西北部,并控制了整个河西走廊 西夏最初与北宋、辽朝三族鼎立,北宋灭亡后,南宋建立,辽朝灭亡后 金朝建立,然后西夏又与金朝,南宋三族鼎立 可见西夏政权的生命力非常顽强,直到1227年,西夏才被蒙古灭亡 西夏存在的189年时间中,从来没有停止过外部战争 因为西夏立国一直都是三族鼎立,三个政权之间不断发生战争 李元昊称帝后,第一个不服的就是北宋 原本西夏是臣服于北宋的,现在居然称帝了,北宋当然不服了 于是北宋与西夏之间爆发了战争,在宋夏战争中 李元昊统治下的西夏四战四截,宋军连连失败,损兵折价 不得不被迫接受西夏独立的现实,李元昊虽然在战争上打败了北宋 但却落入了被北宋经济制裁的局面,北宋停止边貌 护士还对西夏进行物资封锁,迫使西夏与北宋议和 同时李元昊以西夏王身份向北宋称臣 没过几年,北方的辽朝兴兵十万讨伐西夏 李元昊是先败后上,并不断后撤引诱辽朝追击 最终利用机会大败十万辽军 仗虽然打赢了,但是李元昊马上就跟辽朝讲和了 因为战争导致了西夏巨大的消耗 北方辽朝军事力量强于西夏 南方的北宋经济力量强于西夏 西夏在某些方面有点像三国时期的蜀汉政权实力不强 但是喜欢对外作战 西夏虽然暂时打赢了战争 但是战争打的就是经济与后勤 没有强大经济实力 战争是不能持久的 所以李元昊尽管打赢了战争 还是和的北宋称臣跟辽朝讲和 李元昊之后,下一宗与辽朝发生战争 下回宗时期 西夏又与北宋发生大规模战争 截二战就损失士兵及后勤民夫六十余万人 西夏、金朝、南宋三祖鼎立时 也是不断的战争 西夏在下乡宗时期与金朝进行了十多年的战争 合计二十五次战役 平均一年有两次战役 战争严重消耗了西夏的国力 西夏对外战争从来没有停止过 直到蒙古人的崛起 蒙古把灭亡西夏作为第一个目标 在对外战争中灭亡了西夏 某种意义上说西夏灭亡的原因之一就是穷兵独武 李元昊时期西夏内部开始了争权夺利 泰国之军李元昊被自己的儿子宁令歌试杀 而宁令歌又被权臣梅苍鹅旁处死 梅苍鹅旁拥立李元昊年幼的儿子亮作为帝 也就是下一宗 梅苍鹅旁是下一宗的舅舅 掌管了朝政、独揽大权 下一宗长大后不满 于是联合大将曼撇等诛杀梅苍鹅旁 及其整个家族 下一宗李亮作去世后 尤其七岁的长子李炳昌即位 这就是夏惠宗 夏惠宗的情况与下一宗很相似 同样是母族与外妻掌权 朝政由夏惠宗的母亲梁太后与其弟掌握 夏惠宗一生都没有实权 二十六岁就去世了 其三岁的儿子李乾顺即位 这就是夏崇宗 皇帝年幼无法掌控朝政 这又回到了外戚掌权的时代 朝政由夏惠宗的皇后梁氏 与其亲戚掌控 这跟东汉有点像 但是因为战争变成了一座废墟 到一九零八年 科兹洛夫发现黑水城遗址时 整个城市到处是沙漠 残存的墙壁、砖石 陶瓷残片、佛像、风化的白骨 破败不堪 谁又能想象得到这是六百八十年前西夏的重要城池呢 如今的西夏亡灵位于宁夏银川市西夏区 赫兰山东路这边 而且也是迄今为止保存最大 最完整的亡灵之一 更是为数不多的西夏古遗址之一 但是这座西夏亡灵 却遭到过盗墓贼的疯狂盗窃 而且据当时考古勘测发现 被盗的次数估计还不止一两次 在当时考古队发掘这座西夏亡灵的时候 起初还真的是兴高采烈 可是谁能想到进入之后 才真的是犹如被浇了一盆冷水 那是上世纪的七十年代 当时宁夏博物馆的考古队 对西夏亡灵在进行考古勘测行动 其实这次还算不上一次真正的考古行动 只是查看西夏亡灵到底有没有被盗 或者出现了什么严重的问题 当时单单西夏亡灵封土堆都用了半年的时间 可是就在进入亡灵之后 考古队都傻眼了 因为一个两米深的盗洞出现在大家的面前 这居然已经被盗了 看来盗墓贼在盗墓之后 对西夏亡灵进行了回田 这真的是戏耍了考古队一次 本来是一场古墓保护行动 结果却出现这样的惨痛剧情 实在是让人难以接受 为此当时有一个年轻的考古队员 气得是怒踹了一脚墓门 没想到却踹出一件神秘小墓室 没想到这古墓居然还有如此隐蔽的墓室 之后的结果还算是不错的 出土大量珍贵的文物 其中流金铜牛的发现 无疑是最为值得庆贺的 毕竟这可是西夏难得艺术真品 如今的流金铜牛 可是宁夏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呢 结果能是一位 三次浪 二次浪